這個蘇文昌講話 就是比較那種 無賴式的講話 那他把吳蜜草 早期當院長 大家都會預估到 今天這樣的結果 因為他是個大台獨 大台獨的結果 那這是中口的文物 歷屆以來 中國歷屆草代的文物 他會有 會心裡會怎麼想呢 這不是搞不定的 這不是搞不定 我會把它好好的保存嗎 我相信一般人會覺得說 吳蜜草放這位置就不對了 一個大台獨的去管中國的文物 幾千年的文物在這裡 蘇貞昌講這個話 那就是耍無賴的講法而已 人類遺產沒有歸款的問題 我就想到團團 也是這個問題 團團那時候很清楚 郝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他是送給大陸送給台灣 結果這個農委會的副主委說 還給大陸 好像就這個樣子 你就可以想到說 他就因為當朝大家就是 反中嘛 中國的東西把他怎麼樣把他去掉 所以我們去查這樣子發生這個問題 你如果仔細查 我認為他的任內一定有很多的缺失了 只是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查到底而已 我們看一下 現場媒體一陣驚呼 就是這個關鍵畫面 裝文物的藍布盒翻證實 裡頭的青錢龍青花花卉盤掉了出來 破成三大塊 還有幾個小碎片 怎麼發生這樣的疏失 時間要往前到 今年五月十九號下午 先是故宮員工開箱 拿出四件文物後 只把蓋子盒上沒有扣起來關好 另一位工作人員 接著把盒子翻過來修補布面 盒子再翻回去就發生悲劇 去年二月三號 明洪製款焦黃綠彩雙龍小碗 是故宮員工將一整個文物包 從鐵箱取出 打開包裝和填充棉花時 發現碗三分至一碎成四塊 隨即現場其他同事也上前關注 最早發現的工作人員 則拿出手機拍照記錄 清康吸款暗龍百里小黃此碗 故宮則公布一連串監視器照片 同樣是工作人員打開欄不合時 就發現碗出現裂痕損毀 十月底故宮就爆出文物破損 拖了十天監視器畫面 是立委帶媒體到故宮考察 現場施壓才曝光 但週末民進黨立委林一錦也踢爆 2012年黃河蘭州福喬圖遭故宮一名科長 裁掉原裝表的花鈴 只為了展示方便 藍營質疑這件事早就曝光過 為何就是重提 對此林一錦強調當年沒有提到裁切花鈴的事 絕對不是不實爆料 故宮則讓媒體檢視修復的黃河蘭州福喬圖 肉眼已經看不出陳孫慧 我覺得蘇貞昌對這個人類不人類 這就是對兩岸關係微妙的地方充分無知 因為這個故宮到底要不要還給大陸 以前討論過的老共不要 老共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金門還給我 我也不要 因為這個就表示兩岸的連結 嚇你 嚇你 你把他顧好 你現在行為 蘇貞昌 我跟你講不只是蘇貞昌 所有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成員 很多人不了解這個關係 他都想要革命 行你 行你 外地沒有那麼簡單的 但是我認為這些故宮古屋的保存 不是去看山洞 不是去看這個硬的部分 所以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去看 沒有 我覺得是這些工作人員的 基本素養 還有基本態度 你一天到晚跟這些古屋伴奏 你失去了敬畏之心 你知道嗎 你說這人什麼 這人什麼 我們家的親親親才看來 跟兵的兵器都沒關係 你應該要有一種職人專業的 虔誠的心 這碰到這裡 這是幾千年的褒蜜 這是人類共有的 一邊做 我們現在照顧 你要真的毕恭毕敬 好好的去做 這個是監察委員去現場觀察 所查不出來的 所以這比較重要 你知道嗎 不是三棟 三棟在 臺灣地震已經好幾次了 都沒事 已經去過考驗了 是人沒有考驗 阿貝俊 確實 這個故宮身為國家最高地位的 博物館之一 館藏也有全球性的代表 我非常同意這個道 剛剛講的 其實現在博物館的管理學 已經是一門險學了 故宮其實在這個時刻 不是急著趕快挖前朝 也曾經犯過什麼樣的錯 其實是應該要謙虛的去想 接下來要怎麼樣避免這樣的事發生 那其實從這個團團的事情 到故宮的文物 給大家一個感覺就是 中國來的貓熊隨便衣不好就還他 中國來的文物弄不好 沒關係摔壞就算了 反正還有很多 或者他們也根本不想要 但他搞錯了 這是中華民國的財產 那對民眾 我覺得這陣子很多 這個我們去跑地方 民眾都會討論 怎麼也想像不到一個 從北京搬到南京 這從南京搬來臺灣 都沒壞掉的東西 但就這樣子草率地毀在 這個館藏人員的手上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翻箱的這個動作 我說一句不客氣的 不要說是這個幾千年的幾百年的文物 如果是你家的珍寶 骨灰潭這種貴重的易碎物品 你也會在開或碰它之前 非常謹慎地確定開口跟方向 絕對不會是這樣的心情 所以這個博物館管理學 竟然是一個險學 我覺得這是故宮 現在要去追求的事情 你把經歷拿來檢討前朝 到底有沒有做過一樣的錯 或者是前朝的人 又如何去做懲處 並不會讓這個碎裂的碗再重新修復 當然他們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前面裁畫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這也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舉的那個前朝的例子 就是把兩邊的邊條裁掉 那你要說原作受到毀損 這個說法也對 可是你要說畫作本身沒被破壞 這說法也對 因為他是把留白跟其他區域弄掉 但是這跟整個碗砸在地上 變成碎片 兩者傷害是不同 但我並不是說裁掉軸條是可接受 一樣這個都要有懲處 所以陳先生委員也出來講 當年拔出了主管職 故宮現在不是去跟百姓講說 哪一個處罰比較嚴重 或者是說你看也不是我弄壞 別人也有弄壞 這個說法都沒辦法讓民眾幸福 因為大家在意的是 這些東西壞了修不好 還有你要怎麼樣避免 以後不要再摔壞東西 其實剛剛那影片在看 跟我們一開始對整個破損的過程的理解 好像不太一樣 一開始是講什麼 說我講的青花花卉盤 說是在整理的時候 不小心滑手滑 從一百公分的地方的地方 往下掉落地上 而且是掉在地毯上 當時故宮給我們看 是這樣照片 對不對 所以大家想說 為什麼掉在地毯上 會破成這樣 可是來 導播我們現在看一下 剛剛就是看到最新故宮的那個影片 他如果是連結 完全沒有剪接的話 他是掉在桌上的桌角 旁邊就破了 你看他流出來 大家看就這個畫面 他一掉出來 然後他身體往前靠 他用他的腰部那邊把他靠住 他並沒有掉到地板上 他就接著 你看啊 你看他並沒有蹲下去撿 他就在那個桌圓旁邊的地方 因為可能很硬 他一掉出來 一框就破了 拿起來 他就把他放到桌上去 如果這個完全沒有緊接的話 所以哪裡是掉到一百公分地上的地毯上 不是嘛 你看 你看 他掉出來以後 他破了以後 他用手 用左手 右手 他放掉那個藍色的盒子 他把他接 你看我打包繼續走 你看他 我們都不斷嘛 然後他把他放回去 這個我們是有剪接 就是我們我們剪的Source 這個叫Source 我剛剛去看的全程畫面 他就把那個破掉的那幾個拿著 就放到這個盒子的左邊了 所以他並不是掉到地上 我就不對這個細節 是沒有必要是糾結的 反正他就是摔破了 可是你的正反面 好 那他會告訴你 我們覺得說你怎麼會 像我這個飲料蓋子在這邊嘛 我把它倒過來 然後我開箱就是掐出來啦 那他他不知道那個是反面嗎 他應該知道 因為他在修他的底 底已經掀開 他在上膠 可是他不知道裡面 還有一個青花花卫盤 這就是很匪夷所思的 然後他的穿著跟其他的 在旁邊我看有人穿的 幾乎像大白 上面有一個破掉 又有一個女生 走過來看怎麼弄破了 他是全身穿那個防塵衣的 可是這一位好像就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整個的過程好像 不是那麼精確啦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特別再去檢討一下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